歡迎收看佛說看斗仔 今天的系列是 抖吃抖吃最開心的 今天來到的這一家是位於樂華夜市附近 一間叫做A加9燒烤 我目前找的這種無菜單料理 或是隱藏料理的部分 都是先從我的身邊朋友出發 這位朋友也蠻特別的 我們等一下進去遇到他 我們再來好好的聊 然後雖然說他這邊都是燒烤 但他還是有推出隱藏菜單 例如三到五百塊的隱藏菜單 或者是五到一千塊的隱藏菜單 我有先做功課 所以他就是不定時出這種隱藏菜單 對 就是不在那個menu裡面的 哦 對 因為我們實在是餓扁的 所以我們趕快先進去 然後等他上菜 好啦 我們現在餓死了 GO 欸 這太空井了 對不對 欸 啊來這種燒烤店 把你拿飲料也很正常好不好 啊 各位同學 上課有沒有在聽 都說了 有任何建議隨時提出 不是 這黑板太高了吧 哦 對 寫不到 對啊 你把那個燒烤屋寫給我看 哪裡 燒烤屋 就是要電椅子踩上去才寫得到啊 你哪有那麼辛苦的老師啊 哈哈哈 哇 地道上的是 明香軟絲沙拉 很大一份耶 很大 其實說是適合兩人到四人 哇 點太多 我點一千塊的 哎唷 那慢慢吃 我們很餓 好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而且 有香菜 有香菜 我餓得到 新鮮的都買了 我剛剛問老闆 他說因為 餅香菜單的話 它是 一整隻下去切的 可是如果你用單點的話 又沒有一整隻 他說它全部都是用檸檬 是要去處理的 而且這個算是泰式 嗯 它有一點 辣 然後像這個 我覺得不辣 對 會微辣 酸甜辣這樣 那像這個它 它會加一些甜椒啊 小紅瓜 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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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菜 還有高梨菜 這個都是一口接著一口吃的 真的 對對對 你們兩個會主持這種 美食節目的耶 一定的啊 為什麼是一定這麼篤定 因為我家庭主婦啊 我常在看這些節目 喔 這個軟絲呢 軟中帶脆 脆中帶軟 它不會太 軟 有的齁 老的就會 煮太久啊 不會軟 簡單來講就是很難咬的意思啊 對 你會咬不肉 但它這個完全不會 第一扣雞煎 第二它 料理的時間剛剛好 不會太久 如果你煮太久 它有時候煮到那個 水分都美了 為什麼海莉對軟絲這麼的有感覺 因為它都自己釣 我都自己釣 童仔吃軟絲長大了 下一道來了 這個是 炒花魚 魚皮不能吃啦 然後魚它本身有一點細膩 可以先吃它油味 然後再加檸檬哥 胡椒 好 來 換這個花魚 對 這個花字是一個魚字邊 然後再一個花 然後是日本的魚 然後是日本的魚 然後皮不能吃 它皮可能內面裝得烤這樣 魚我最愛吃的地方就是 我也最愛吃魚肉 我小時候都吃魚 好嫩喔 因為已經吃一口了 我還在處理不適 加一點胡椒 這個魚喔 也很新鮮 不會像有的魚吃起來柴柴的 乾乾的 它裡面是有水分的 味道也很剛好 它裡面還是有點水分 你看到完美的手 我是覺得它的那個魚香味 是夠的 但因為很新鮮 所以你不會吃到魚腥味 魚的這個肉汁的部分 都還在 都還保有 烤的技術應該也是蠻重要的 非常重要 吃吃一個 三味五花 五花 對我們吃幾天的 它也是這個 五花 五花肉 看看來跟我們比比看 跟我們 龜族海鮮直播的 因為我們是用醃的 我們是用那個 我們是用那個 鹹豬肉 我們是鹹豬肉 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吃吃看 我只能說 不一樣 你那個是鹹到肉裡的東西 是好吃 不一樣的東西 油而不膩 我最喜歡 大家有發現這集 都海力在主食嗎 當然 主食就讓他講 基本上 只要我咬的動 代表 它的那個 Q度跟嫩度 我以為妳要說 只要我咬的動都好吃 不是 就是料理的那個 肉的 熟的那個程度 就都是OK的 火候 拿捏的很好 其實 吃東西應該怎麼吃 怎麼吃 我的話呢 我會先吃豬 一口豬 豬要了差不多的時候 有油脂的時候 來 加點胡椒 覺得好像有點膩 對不對 來 它也是酸辣的軟食 再來聊一口 然後還有青菜 把嘴巴塞得滿滿的 海力是全部塞到嘴巴 我的話只要有這種 生菜類的呢 就先把它擺著 然後 包 用包的 像韓式吃法這樣子 有沒有 滴了滴了 滴了滴滴 這樣滴下來了 來囉 這是雙味鳳螺 豆螺 對 這個是照燒 照燒鳳螺 然後這個就是 純粹的 摻燙 然後沾五味醬 好 很Q彈 Q彈的那種 很好吃啊 我吃吃看它的照燒口味 而且這個拉齁 一定要順著它的這個螺 螺的這個形狀的樣子 也不能 反 反 邊 有沒有看 這樣啦 我又成功了 照燒豬的那個 烤出來的肉汙比較咬不動 因為 它有加了一個醬 然後再去烤會比較硬 螺本來就是會這樣 對啊 可是醬我很喜歡 整隻完整了 噢 照燒醬本身就是有點 點點的 嗯 第一口味道對了 感覺對了 就是什麼都對了 這個遇到我第一眼感覺對了 我剛剛在講第一眼遇到我啦 它死不接下去 所以第一眼遇到我對了 對 然後呢 就都對了 我就是要聽這個 我想過有一種人 就是計畫被改變的人 是不能吃隱藏料理 或者是 無菜單料理 為什麼 他都跟著他的計畫走 他看不到菜單是什麼 因為我 我會覺得齁 我很懶得想要去吃什麼 選擇太多 反而讓我不知道 怎麼選 所以我在想 我喜歡吃隱藏 隱藏菜單 跟無菜單料理的 有一個關鍵是 因為 可能我的生活 很常有變數 當然 選擇是 也是一個點 就是你不用去想要吃什麼 然後每一次上來你的東西 你會有 有所期待 不知道是什麼 是驚喜 對 來了啦 這道根本為我而生 最後一道了啦 這個基本上就是 因為 老闆他本人也愛吃蝦 也愛吃這個紅咖哩醬 就直接把它這樣弄... 弄成一道菜了 旁邊這個呢 它是冬粉 應該是用炸的啦 因為看起來脆脆的 脆脆的 脆脆的 所以你的部分就是 冬粉配這個醬子 我的部分 一、二、三、四 四隻都是我的 我這個分配什麼 都如你的意了啊 好嗎 我現在請你 所謂說 我們點龍蝦 不要點鮮蝦 龍蝦你就可以吃了 不好意思啊 黃金蜜啊 哇 這蝦子其實看起來滿大隻的 對啊 它這鮮蝦滿大隻的 好新鮮 這它那個洋蔥和咖哩 很想吃耶 我吃這個啊 洋蔥跟這個麵 洋蔥跟它那個... 它應該有加蛋吧 嗯 還有炸冬粉 嗯 這感覺很下飯耶 欸這口感好像餅乾喔 它就是有點像蝦餅蝦餅 對 我繼續吃到冬粉用炸的耶 蠻特別的 有吃飽嗎 嗯 這兩個人吃不完 兩個人吃不完啊 我們吃到會晚耶 兩個人應該看剛剛好 但是齁 我還是繼續說 如果說要跟我這個主題有關係的話 今天有兩道菜 不算是在隱藏菜單裡面 我要很嚴格 因為它的版本 貼板上還是有寫到 粉絲沙拉跟鐵爐 喔 所以就不算隱藏菜單 對不對 那其他的算 對 比較像是它配給我們的 我吃飽了 我吃飽了 在我身邊就是老闆娘家家 嗨 我跟家家會認識是因為 某一次我們這個群人發了主舞歌 然後家家算是主舞歌的經紀人 就因此這樣子認識 然後呢我前幾天就在我的那個版面上寫說 有沒有推薦的那個烏菜單料理 他說哪有店吃啊 有緣人就在身邊 就我們今天吃到的套餘啊 蝦啊 魚啊 都很新鮮 而且我剛剛有跟那個老闆娘聊到說 他有時候這邊會有一些釣客的魚 對 會跟他們買 就會有一些新鮮的魚貨 對 為什麼我這次會來 還是你那時候有留言說 你有隱藏菜單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 隱藏菜單就很驚喜 要碰運氣 來這邊吃東西要碰運氣的 所以我就是覺得 看緣分啊 隱藏菜單真的是緣分 原分啊 永遠不知道你被上的是什麼菜 沒錯 對 我們家有一個服務就是 你覺得哪裡有問題 你可以隨時跟我們提出 對 然後我們能調整 我們盡可能幫你調整 話說你這邊其實已經開聯合了 對 但是我很少看你在聯署上 就是 介紹 介紹啊 為什麼要這麼的隱密這件事呢 低調 我第一年那時候就是因為想要 迎合一下這裡的人的口味 畢竟我不是住永和 我是後來才搬來永和 這邊的人的口味其實我都不太確定 然後包含像這裡的消費是怎麼樣 我也不太知道 所以我得知道一下 我該怎麼開價還是包價 才能去維持固定的客人 然後後來中間就是又遇到 疫情嘛 對 其實你算是撐過來耶 因為如果你說開兩年的話 對對對 真的是剛好跨了一個疫情到現在 對對對 我們就是維持一個平衡 那有一題一定要問 就是這個名稱的由來 為什麼要叫A加9 我跟你講我本來是想要叫A加加 就是100分的意思 可是呢我去算命了 倒一點了 倒一點了 我也好奇 開餐廳最好有8或9 這個數字 我們就改成A加9 然後我們就想說本A加加是100分 A加9等於99分 然後我們就鼓勵說 每個人都還有1分的努力空間 沒有是完美的 諧音也可以變成A加酒 A加酒 對 A加酒 那你的營業時間 我覺得再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是下午5點開始 然後到最後點餐是凌晨1點半 然後營業到2點 所以等於從下午 等於是晚餐的意思 然後你也可以吃宵夜 對 晚餐宵夜 沒錯 對 你捷運站就是做到頂心捷運站 走路過來就可以了 好啦 影片到最後 希望大家如果有好吃的隱藏菜單 或者是無菜單料理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住在忠永和附近的人 也可以來這邊燒烤店吃吃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部影片見 拜拜 他說 他說 請問董仔 你之後還想整哪裡 還想整哪裡 還想整哪裡 我就是 小鼓 融入 超級 偷偷來